今天中秋节 现在在回家的路上 在外面吃个午饭 在市里面买了一些小吃 气壳黄 这个排队人老多了 买了季菜 萝卜丝和葱油的 苏式月饼 鲜肉的 一颗炸鸡 吃之前先打一阵 刚打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全吃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打进去了多少 只能冲打一阵 好酥啊 都是现做现烤现卖 排队的人特别多 一出地铁就看到一顿人在排队买 我也是排了十几分钟才买到 他们知道的功能很透明 而且都是鲜鲜出炉的 一碰皮就掉了 这个好像是葱油的 还热乎的 我拿到都是烫熟的 买的都是苏州很有特色的 蒜香味的炸鸡 这个炸鸡是9块9200克自选的炸鸡 味道还不错 今天的主食就三个现鸽黄 一个现肉月饼 尝一下这个不知道什么馅的 萝卜丝的这个是 萝卜丝的这个是 外面烤的特别酥 一碰就掉了 我买了三种口味 全是咸口的 有一点像包子 外面烤着酥皮的包子 这个应该是季菜的 这个馅料很足 咸咸的 表皮很酥 但不硬 先把酥皮吃了 不然撒到哪里都是 长发西饼的鲜肉月饼 本人现过两盒 我这买了一盒 因为我买不起两盒 五个点一个 苏式月饼我也是第一次吃 尝一下 有油了 里面的馅有点微甜 怎么吃的感觉也像是 这个我不吃不黑 大家要是吃不惯的话 可能就会真的吃不惯 因为苏南这一块的人特别爱吃甜的 这个月饼里面的汤汁 时间长了会沁到面皮里口感就真挺像包子的 而且5块钱的一个包子你受得了吗 那回家慢慢吃吧